有了嗎 有了嗎 傷感地看著逝去寵物的照片和影片 這名37歲的菲律賓婦女薩迪 在今年3月 失去她心愛的西施拳塔巴 讓她面對沉重打擊 甚至一度陷入抑鬱 看著畫面的你可能不經好奇 薩迪身旁的這隻西施拳 不就和她手機中的照片很相似嗎 難不成是塔巴復活了 飛也飛也 這其實是菲律賓幫板牙手的前美國軍事基地 一家工廠的傑作 他們專門複製毛絨寵物 只要繳付100美元 再等待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 主人就可以獲得和寵物 幾乎一模一樣的複製品 而這個過程 只需要一張寵物的照片就可以了 例如客人有寵物的照片 如果他們送給我們照片 我們的圖案師 會能夠重複製造型的寵物 基本上是一種複製的物 當然不是真實 但這製造型的寵物 複製工作完成後 接下來就由藝術家雕琢細節 包括為複製品上色 梳理和修剪毛髮等 才能打造出逼真的寵物複製品 常家可以複製的寵物 除了狗狗之外 還包括貓 兔子和豬等等 對這些工匠而言 他們所做的 對寵物主人來說 都極具意義 現在 薩迪不用再看著 愛狗塔巴的照片暗自身上 一隻複製的塔巴在身邊 彷彿他從未離開 心愛的寵物走了 但卻沒有被遺忘 雖然只是複製品 只要能陪伴在主人身邊 就能幫助他們走出傷痛的陰霾 也撫慰了他們 惆悵失落的心情 複製品